美股封關倒數 週四 美國上週第一次申請失業金的數據意外下滑 十年期美債殖利率回落 讓AMD美光領碟廢半 美股四大指數齊收黑 日經指數 三十一號封關日雖然微跌 但今年累計漲幅將近百分之五 創下日本1980年代經濟泡沫以來最高封關水準 北京持續出重拳監管企業 香港股市在2021年遭受重創 12月29號香港恒生指數收在了23,086點 年初以來重挫了15.2% 全年創2011年以來最大跌幅 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第29號公佈了數位通訊傳播服務法草案架構 以規範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為主 你將YouTube、Dcard、臉書等大型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納入規範 要求業者需做到廣告揭露 說明移除貼文和停權的理由提供意義機制 業者也有將資訊限制登載在共同資料庫的資訊透明義務 這是台灣首都立法納管跨國大型網路平台業者 估計最快要明年6、7月草案才會出NCC的大門送到行政院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